不好意思,發生當臉很緊密的 掉下來那哪貨車啊? 不敢確定 不管是在哪一間車廂 我目前都是遺留物比較多 目前還沒有 就是目前已經清查完畢 也沒有發現任何的乳骸 也不能說遺憾 我覺得就是 我能體諒當時的收縮狀況 因為當時我也在乘上 因為其實在這麼嚴厲的環境下 然後環境跟包括裡面的氣味都不是很好 我覺得要清查得這麼仔細 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結束 這個東西保管就算台鐵 那台鐵的保存 它是整項列車就這樣 原封不動的運到負草機場 去做保存這個動作 你保存 那車廂那部東西 你到底要不要去做一個 仔細的清查 就是整個 整個程序跟流程 我覺得都有很大的一個瑕疵 因為我當時不在車廂 所以其實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那個 我女兒的位置 車廂外 外觀這樣子 嗯 我還是很難想像 當下 她在車子裡面的轉況 所以看來還是覺得很難過 我女兒還有一隻鞋子 就是不知道掉到哪 她目前也沒辦法去給我們看這些東西 對 還是得等他們有清單出來 嗯 希望可以找到